字幕志愿者 我们到第二阶段来谈台湾传统过年的装置艺术 以及整个街景 整个文化景观 我们来做第二阶段导览 台湾曾经是非常互数 在大约1930年代在战争前 其实19203年也是台湾历史上 整个文化政治思想开始蓬勃的时代 但是毕竟被扭曲 被蒙蔽 被掩盖 我们让这段历史我们透过春节专题 来做一个重新的认识 重新解释 到底我们的父母辈 小时候 我们的阿公 阿祖辈 年轻时代还是中年时代 他怎么过节 来 我们就请佐隆兄来介绍 在19230年代 那时候整个日本政府台湾内部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秩序稳定的状态下 经济繁荣时代了 台湾人怎么过年呢 然后这过年很多装置艺术 请 好 我们第二段要谈的是 日本时代的过年的一些习俗 那我会比较偏重在日本 台湾在台湾的日本人 他们的过年习俗 然后郑老师那边会去谈一些 跟本岛人相关的 一样 在民俗台湾这一本杂志当中 除了刚才所提到 上一段所提到之外 另外还有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呢 是由大道成 那时候大道成出生的 李腾岳先生呢 这位先生 其实他是京都大学的医学博士 他在民俗台湾这一个杂志里面 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题 虽然这个文章里面 在谈的是过年的种种的习俗 但是他的标题很有趣 是不是跟现在的生活状态也很像 他说 不在过年啦 过年比较厉害 过你比较厉害 跟现在 其实大家心里面的状态都一样 过年前 他这里面的文章 非常有趣 他提到说过年前大家都很忙碌 都没用什么 当然半年获是一个 另外一个 是种籍啦 因为 老板要发薪水 要带过年 家里也要去准备一些压岁钱 其实状态跟现在也是非常类似的 那在台湾那个时候 我们常常忘记 过年过年 好像以为只有这个 我们本岛的人在过年 其实日本人也在过年 只是他们过年的时间呢 是心力 我们是农历 那日本人过年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跟这个 在家里面的门前 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门松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江户时代的服侍会 门松呢 正确是整张手 整张手 放在门头前左右两边 就很像这个门绳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门绳这个东西 因为相传 神明是住在 这个松树的树梢上面 所以呢 可以保佑一家平安长寿 那后来不可能 每个人都去 去凑书 像美国同样 圣诞节 不可能去凑书 所以就把松的这些树枝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是 李火征先生 他在西门市场那边所拍的 把这些松叶的树枝呢 撅撅的 大家摆摆的 然后把它当成是门松 那很简单 家境比较富有的 比较大棚 比较大 家境比较普通一扁的呢 他就做小一点 然后就在这个门前 那么 大型的这个门松 门松做起来之后呢 就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不可能整个都全是松叶 所以这个中间 中间的部分呢 它会有竹子 那么这个竹子 各位看到这个是尖的 那其实原先的竹子 现在日本也还是一样 有两种 一种是像这样的尖的 另外一种是瓶口 那一开始是瓶口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尖的出现 这胡大哥这个研究非常深入的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他在那个双方圆之战的时候 败给了吴田信賢 所以他心情很不好 就刀子拿出来 就立誓 就把这个竹子 本来是平的 把它斩成这个 这个消成这个尖的 立誓说 这一定要血耻报酬 所以这个典故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台湾人说 这又倒菜兜一家来的 倒菜兜 本来是切斑的 现在切斑的 对 借竿其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典故 另外有一个东西 是在家里的门楣上面 门楣上面一定会有的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江户时代的助联绳 用一些操作 然后把它捆绑成一捆一捆 做成绳子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助联绳 其实它是一个神明的世界 跟这个人的世界的一个分界点 所以在家里的门楣上面 挂了这个助联绳 也可以有这个除恶祈福 那么各位看到 这一张照片就是在日本时代 上面这边有台北消防组合 也就是台北市的消防队 这些队员在过年前 大家在用这个绳子 在绑这个助联绳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一个助联绳 日本人比较常用 本岛人不太喜欢 因为用麻的 用钞 感觉不吉利 所以本岛人很少用这个东西 可是在日本各位 如果在这个过年期间 或是有节庆的时候 去日本的时候 可以看到日本的神社前面 都有这种助联绳 这个当然这是比较大型的 那么提到这个门松 提到这个助联绳 那么在新春期间 有没有什么活动 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这个活动 各位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个 这个就是 每一年的 例行的新春的大事 在1月4日 1月4日这一天 那么1月4日 有点意思说开工了 有点那个意味存在 那这个是在江户时代 消防队 消防队消防组合 都要有一个登梯式 有点像我们宜蘭那个抢菇 很类似那样 登梯式 那这是个比赛 这是个比赛 那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 是在于说 现在新的一年开始 大家要开始振作起来了 过年这件事情 放假这件事情 这个差不多要结束 好 这栋建筑各位很熟悉了 这个是新公园的 这个博物馆前面 那个时候呢 一样台湾台北的那个消防组合 还有各县这个市的消防组合 一样都要去举办 这个新村的登梯式 登梯仪式 然后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新年的开头 我可要考一下左隆兄 因为过年前这个高雄市长 韩国瑜说 两年内高雄市的公务人员 都要英语检定考试合格 包括警察跟消防队 请问日本市代 日本人 我们台湾非修处 到底要不要日语检定考试 要吗 我考虑一下 刚才读摆了 刚才读摆了 是日本人要台语检定考试 或课语检定考试 简单讲 它分成三级 你第一级过了 薪水呢 就加这个 加薪 然后第二级 第三级 每一个等级薪水加薪不一样 所以相反 是日本人要来读台语跟课语 非常好 我这个有道理 其实韩国瑜市长 如果你一定要警察跟消防队 要学英语的话 我能不能引用这个川普的口头谈 UR5 警察消防不要得罪 刚才12点背影 有更重要 打火更重要 这在脚头上就知道了 这个 我也不反对学一种语言 但是说要经过检定考试 你说未来 如果连那个 环保 环保局也要 检定 大伙一句 本所就好了 为什么 政治是肮脏事业 环保局说 你们政治人物比我们还肮脏 不是吗 我们还替你们收拾善后 刚才提到很有趣 这个松丝贩卖 因为 美国人是这样 美国人圣诞节是 其实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是就港恩节就开始 圣诞节 一直要到 跨过当然是 12月24号圣诞夜 然后25号圣诞节 到1月1号才结束 所以美国一般的 传统说的圣诞节是 长达一个月 麻烦了 家家都有 夫妇都有那个圣诞树 对 最麻烦 花在门口垃圾来收 没那么清 后来有一个 环保志工发现 他到处收集 他养牧场 那个羊最喜欢吃 羊最喜欢吃圣诞树 我看到这 我刚好几个年 看到这新闻 所以你看这个 这就是应该 这个有机观念 这个 好 日本时代 银行不知道有三点 应该没有 大部分都给 生意人家 要救一遍 冬就 冬就 是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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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差不多过年以前 一个礼拜 你如果做生意 你老门口都来 偷借 偷借 对 就有门口的人 排队来跟你 要借 要回去 那大概在除夕 两三天了 已经一整排了 就好像今天那个 买什么 欧蕾 好像选举时候 那个什么 瀑布相长一样 排很长 那有一天 有一个排很久的 那个 人家那个太太说 明天请你早一点来 早一点来 表示要给我了 所以他 第二天一到 所以一直来排队 他才说 很不好意思 昨天 让你站了一天 今天让你早一点来 这个有一个位置 请你今天再坐 今天让你坐 其他用站的 不好意思 这日本实在流传 故事 是不是 所以过年前 也不要忘了 现在叫讨债集团 以前就是叫 你叫你的新郎 那给他 给他赚多少钱 过年前 偷偷的 大家要赚赚 要花 要红包 要临终奖金 来 我们来 领赏一段 由世豪兄 应该叫 以后叫世豪兄 大政人世豪兄 大政时代 他活在大政时代 音乐也大政时代 家绩也大政时代 他的思考 也就在大政时代 来 来看看 一定是大政时代 有关的音乐 听听看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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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歇源算航器呀。 安称之俠了。 明武普等死亡啦! 焦呀! 火星呀就死一。 吼哪有乎天启? 吼哪有取熫之亡? 擅百毕魚。 九 是啊…… 究竟达江湘江湘根火焉 Python, 他見indul ebensofree mean pra 你那江島華堂 韓國旅館 幾乎打邊境電話大師豪 紅了啦 會 老天堂安逸 八仙貴害 各遣神通嘛 這些士豪應該叫 台秀士豪先生 大正士豪兄 三千輝是什麼 多少仙 就是三千輝 其實就是後路修 就是福祿壽 福祿壽三仙 那那個這一張取盤 是那個一九三二年發行 就是三仙會的意思就是 我們跟他講的 後路修 其實這個是民眾最喜歡的三位 那個吉祥的神明 他這個是北館的 那那個後路修就是像福仙 就是那個周文王 文王他那個當初的時候他有白子嘛 所以就是代表說多子多孫就是那種福氣 那這個路仙啊 就是富可敵國的那個十寵 他就是就是很有錢就對了 那那個壽仙啊就是我們的那個彭祖 他活到八百多歲 培仲 所以福祿壽三仙就是在民眾來講 他們是非常希望可以跟他們一樣 那後來有多個福祿壽洗啊 那個又洗神 那個就是 我這加進來的 對對對那是後來再加進來 我為了四個人打麻將就對了 跟國民黨的黨內出選一樣 那那個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三仙會 他這個裡面的這個原始的歌單 那裡面就有就有講到說 那個像那個福祿壽 他們都會獻一些寶物嘛 那像福祿他就是獻奎心 代表功成名就 那這個那個路仙他就是獻那個麻姑嘛 麻姑就獻壽 代表民眾希望能長命百歲 那那個壽仙他就是獻白元 白元就是希望可以長生不老 所以在這個歌單上面 我們就能看到他的民眾希望的 的那個一些他想要祈求的 所以就是會過年的時候 或者是在板仙所謂的板仙 就是說在一齣戲 要開始演的時候之前 就是會先板仙 那這個板仙其實就是民眾他們想要向神明祈福 想要跟神明祈求的一個一個 就是說他們的願望 那在這個肥要演之前要先板仙 所以有一句話就是說 是沒有的沒關係 真是沒有的沒關係 但是辦仙不能辦 一定要辦仙 這是一定要辦仙的 那辦仙還有分公仙跟書仙 公仙就是說全補 比如說廟室還是我們這裡的地方民宿 到底出錢 來邀請這個團來辦 這就是叫公仙 但是這個公仙辦完之後 其實有一些人就是想要還願 要行完 要行完的話 他的書底 跟這個這個辦仙的這個團主 有沒有說 我包一個紅給你 你可以辦我辦 就是說念我的名字 就是說希望帶神明 說我祈求的是什麼 這就是書仙 所以辦 辦仙的話就是說 他辦這個福樂書三仙的時候 公仙辦完之後 還有多的時間 他就要退這些民眾 書底下 辦他還可以辦這個書仙 但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他會越黏越快 越辦越快 所以公仙的話 他可能時間很長 書仙的話 可能就是差不多 公仙的一半時間而已 但是中共一句就是說 這就是民眾 他想要打這個神明 要求的這個願望 我請教 如果辦仙有需要登記嗎 沒有沒有沒有 跟人家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 那完全是沒有關係 辦仙就是說 我們你說的都生煙這個 聖魚開始 就說生煙這個新的魚 還要煙靈感的魚 人的魚 對 人的魚 所以這個辦仙就是 我請教這個 酬勞 酬勞 使用者護衛 對對對 對象有不同嗎 什麼階級 什麼官 什麼神一定有不同 對 但是三仙 三仙 他是算最入門的 最入門的 對 星際昌 對 星際昌 你如果是說 深燈 深燈 錢比較多 人出的錢比較多 就可以深燈 就是譬如說扮生煙 還是百仙過海 或是天官宿航 天官宿航是最好的 頭等航 因為映緣要太多 映緣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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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緣是三十個 這樣喔 三仙煙就六個 你怎麼輸 輸圍呢 輸圍 輸圍 輸圍是輸的 輸圍比較少 就是說包一個紅 紅包 但是如果真的要認真說話 他們比較愛接輸圍 因為公宣有價錢的阿 他的阿價錢 是在那裡價 有人家還會在台價 三家比價 但是輸圍就是他的包 所以他一次幫二三十個民眾 他就有二三十個紅包錢 所以這個團購比較便宜 那如果這個我們糾團怎麼 三井奧賴貴婦團去 我們就叫貴 我懂了 我懂了 這個實在非常有意思的 這個版身的神話 我剛剛為什麼當機 因為我一次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因為人類學系 有一些會觀察 看那個在起檔 有一次我真的去看 我覺得那個當機實在不夠專業 他剛開始説的時候 説一半來說 米粉煮好了 米粉湯夫 他還可以聽說 米粉湯煮好了嗎 還沒 又開始起檔 我說這真厲害 我這個 夠專業 我說你起檔還會想 因為 班廟會都會煮米粉湯 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還會回神過來說 回到人間說米粉湯煮好了嗎 好 門神 當然這個門神 台灣人已經把門神 已經徹底的在 門神就想到為事 想到這個 現在顧問 我們台灣人實在很天才 顧問有沒有 我們台灣叫顧門口 顧門 顧門口 問了 門下有口 顧門口 門神就是 正如北京語情說 門神是白天打開在裡面 晚上關起來在外面 那就請教這個盛吉老師 台灣版的門神 跟中國版的門神 有沒有一樣 還是完全就是 雲之岩位做門神 是不是也有做為事 是有一些不一樣 不過大體上的觀念是相同的 門神的起源其實非常的早 那它最早從 人們開始懂得蓋房子 區別內外空間之後 就開始對這個門 產生一定的信仰 那從最早的自然信仰 開始變成對人造物的信仰 雲之岩的門 因為區別內外 是人出入很重要的一個孔道 所以認為這應該 要有神靈來顧 或是說 覺得說這個會有神明 在這個地方保護我們的安全 所以開始用一些東西 是裝飾在門上面 那希望它能夠 照顧我們這個家庭 所以開始產生了門神 這樣子一種民族信仰的產生 那隨著時間的改變 那它的內容也多樣化 就像剛剛王大哥提到的日本 有那樣子的方式 或是像胡大哥提到的說 這個我們現代 這個顧門口的門神 其實這個東西 對最早從神靈開始 那慢慢的演化 越來越世俗化 所以裡面的內容 也慢慢的開始多樣化 所以今天帶來一些 不一樣的門神的形態 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想這個畫面 大概是大家 對於廟宇之類的空間 對最常了解 看到的 剛剛胡大哥說的 晚上要下班門關起來 這個門神就對外 這兩位點故 門神的原點一定 這兩位人物是什麼來的 對 是不是真有其人 有一些是真有其人 那有一些就不一定 那我們來從頭開始談起 像現在看到的這兩位 是神書玉律 大概是我們現在 研究門神裡面 找得到有相關經典紀錄 最早的 兩位有名字的 這個所謂的門神 那其實這兩位最早 守的那個門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出入口 是鬼 在出入的一個鬼門 那所以在有一些書裡面 甚至把他們兩位描寫成 就像鬼一樣 很兇的鬼 那管這些其他的小鬼 如果不怪 是說禦駕不歸 去抓到 繩索綁起來 拿去餵老虎 那他的形象呢 可是隨著在 人世間慢慢的發展 你不可能去畫兩個鬼 去貼在你的門口 沒有嚇到別的鬼 先嚇到自己 所以他的形象 特別在台灣慢慢發展 他就變成像其他 我們所知道的一些 一些人物 或是將軍一樣 所以看起來 就跟人世間的將軍 這些勇猛的人 非常的相似 那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畫師 就會產生不同的 這些門神的型態 像這一對 你看到的是在 台中的住家 台灣現在 看得到的 屬於大戶人家 這個住家的門神 非常非常的少 這是非常知名的 台中 物鳳林家 他們的公寶地 中間一對門神 也是用了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那在不同的地方 這一對就更有趣了 這是在我們傳統工藝裡面 有時候我們在談寺廟 或是喜歡傳統的人 都會提到說 這方面的事情 不同的僵師來做 你會發覺同樣的一對門神 可是左右兩個的風格 非常的明顯的不同 它是由兩位畫師 各自去畫出來 我們稱之為對場做 這樣一個做法 一個東西 兩個師傅來做 那在人世間 我們大概最熟悉的一對門神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 所看到的這個 秦琼 玉慈公 這兩位 那這兩位是真有其人 那可是他們 很多的事蹟 其實是後來的小說 戲劇把它給神話 那包括他們守門 這件事情也是在 小說戲劇裡面 表現的非常的多 所以變成家喻戶曉的門神 那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他們兩個的形象 那各自不同的樣貌 拿不同的兵器 所以我們學習去了解這些門神 很多的起點 就從開始去認 這個人的裝扮形象 拿的武器 一個拿鞭一個 拿剪的這個 琴琼跟玉慈公 那不同的空間 它會搭配不同的門神的出現 像這一對是 維陀前蘭 他是在佛教寺院 最常出現的一對門神 他是佛教的 很重要的護法神 那這一對也是 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帶來了很多 一方面讓大家欣賞的 另外一個就是 重點就是 希望透過不同作者 畫的東西 讓大家知道 各種不同畫家 做的特色 那佛教裡面 還有另外一對 常常放在中門上面 會用的 就是這兩位 一般俗稱 在小說裡面俗稱的 亨哈二將 那他也是佛教 經典裡面 很重要的護法神 那現在看到的這一對 他是 是在大稻城 我們非常有名的 大稻城裡面 一間寺廟的門神 是陸崗郭家 很有名的一個 彩繪家族的 後人所畫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對 在新莊的一間寺廟裡面 同樣的 這個 我們俗稱的 亨哈二將 這兩位 那另外一個 在佛教裡面 被大家普遍所知道的 就是所謂的四大天王 在佛寺裡面 也會常常看到 因為我們一般的寺廟 通常最前面的前殿 都有三個門 六片門扇 所以中間畫了一對之後 另外還有四片 就常常會搭配這四位 四大天王 在風神演藝裡面 給他們取的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 風條與順 那在佛經裡面 他應該是東南西北 守護四方的 這個四大天王 那這個也是屬於佛教系統 裡面常常會出現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更特別的 其實在有人之前 我們為了要防衛自己的家門 很早就開始會用一些猛獸 來裝飾門上面 那神畫之後的動物呢 我們在有一些媽祖廟 或是特殊的 這個帝制輩的 這個神的這個寺廟裡面 會看到像這樣子 門板上面畫的是龍 那跟很多媽祖廟 會出現這樣子的形象 跟媽祖是海神有關 我們常說海龍王 海龍王 龍王是住在海裡面 所以海蓮蓉的 整個做館 所以他的這個門板上 就有畫師 就用龍 來做這樣子的裝飾 那這對很特別 這對也在大道城 那一個巷子裡面的一間寺廟 他的那個門板上畫的東西 還有時間序的關係 我們常聽到說 鯉魚月龍門 那月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這兩隻 這一對的 這叫鯊魚 還沒完全畫成龍的 所以他就一邊畫鯊魚 一邊畫龍 那中間兩位將軍 非常有趣的一種組合 那這個呢 就更特別了 他這個廟畫的不是 四個的四大天王 他畫的是什麼呢 四海龍王 港寬是馬祖廟 在我們三峽老街的裡面的 一間馬祖廟 所以門神的型態 其實他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非常的豐富 那等一下我們還有更多的 繼續為大家介紹這些門神 我不得不讚歎 每一幅門神都非常優美 欸 會書換古嗎 我覺得對不對 不會 不會 我覺得 還有以前一個素人畫家 這個姓 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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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就是 應該是畫這個出身的吧 洪通嘛 洪 現在年輕人不知道洪通 這個 洪水的洪通 交通的通 在我大學時代 洪通 數人畫家洪洞一時啊 就在今天的南海228 南海路的228紀念館 排隊 大家我也去看喔 然後我也去看洪通嘛 那記者訪問他說 洪通 你現在出場出名了 你想要做什麼 他說我想要帶小孩 帶小孩 印象深刻 帶小孩 其實喔 原來 中國或台灣門神 就是一個 比較大的鬼 來嚇小鬼進 原來如此 我爸爸講的故事 我爸爸有一次 去英國 我們問回來 英國人沒有門神 但是英國人叫 有驅謀師 就牧師在做的 比如說 有一家旅館會有鬼 他們請驅謀師 請牧師去 那我爸爸講 我到現在 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利鬼在旅館裡面 半夜常說 有阿飄在那邊飄 然後我爸說 找一個很厲害的驅謀師來 他進去 對這個鬼啊 丟十字架丟過去 鬼一打就打掉 再丟聖經 鬼就打掉了 最後牧師第三招 請你捐款奉獻 牧師 要鬼跑了 我到現在不知道 這個真的還假 反正 不知道是真的還假 反正虛實實 所以英國人也有 英國人的 英國版的門神 我懂了 下次 就在門口貼奉獻 請捐款 NGO捐款給三星團體 鬼就不敢進來 也是個辦法 來 回到過年的商業活動 曾經還農過 我們曾經還農嗎 最近不是有一位 美國記者 這個福利曼 佛萊曼教授 他是紐約時報 最有名專欄作家 他說現在美國有點 國力衰退 他說我們曾經還農 台灣也 我們曾經還農嗎 對 過年怎麼還農 好 我先講一個 過年有趣的笑話 請 因為剛才胡大哥 一直提到八仙 就讓我回憶起 三十幾年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那麼 因為這個 有廠商欠的款項沒有收到 結果就拿了一大堆 馬祖的八仙九來渡 然後後來過年 一年三節 我們就要去拿這個八仙九 一仙一仙 拿去送給客戶 客戶剛開始收到還蠻開心的 後來發現 每一個節日 這邊春節端午中秋 都送一仙來 然後最後客戶受不了 就問我說 佐朗 你們公司這個 如果八仙上了你們怎麼辦 我說 凡幾百八仙 再送關公一仙 好 我們回到 這個新年的活動 新年活動 關公就割袍斷力還是什麼 那個就是 風關怪印 交歌 交歌 我懂了我聽懂 好 交歌 新年的活動當中最多的 想也知道 一定是歲末大賣出 就是 on sale 我去日本說 出賣大日本 看日本日大賣出 我們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也很珍貴 這是在局員百貨前面的廣告看板 所以在過年期間 局員 過年之前前後 局員百貨他做一個促銷 他有什麼 他有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他有寫到 有這個服飲券 服飲券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抽獎券 抽獎券 你有一等二等三等 你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獎品 或是獻金 他告訴你 總額 三萬七千四百餘元 聽起來還好 沒什麼感覺 其實 算成現在的幣值來講 他的總獎金是五千萬台幣 光一個局員百貨的 一個過年期間的on sale 我抽到我就退休了 要存五千萬不容易 新台幣五千萬 回到大政時代 回到昭和秋期 所講五千萬 現在那個福袋 我不知道台灣哪個 星光三月 或哪一家sogo 有五千萬新台幣的福袋 有沒有 沒有到那麼多 不可能 有些公司抽到 我一次參加他們 我以來抽到沙拉油 沙拉油一罐 那過年期間呢 除了抽獎之外 還有一些遊行 因為會有很多特賣 各位看到這個遊行的行列 是花王 當年的花王他所做 那個時候 手上還會拿著這個布棋 那他賣些什麼東西 在幫哪些東西做促銷 幫香皂 還有 shampoo 洗髮精 花王的這個洗髮精 做一些促銷活動 所以當過年期間 會有很多這樣的一個活動 另外我們現在 大家非常喜歡去的地方 就是這個百元商店 39元商店 像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在這個百元商店當中呢 這個會有一些特賣 那這些特賣 日本人開的商店 都是這個從 一月 十二月底到 這個一月 那麼 本島人開的商店 就是過年前後的一個月 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景象 那麼這邊呢 因為過年難免呢 要穿新的衣服 所以布行 布行他也有一些清倉大拍賣 這邊寫十六錢 一匹布 軍衣價十六錢 大約是目前的兩百元 其實那個就金額而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另外呢 不要忘了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 這個日本內地住在台灣的人士 所以新年呢 除了穿新衣戴新帽之外呢 還要穿新鞋 新鞋就是這個木雞行 所以都穿新鞋 新鞋 對 走路扶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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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那個路否有 那隻東西 路管 中矛的 那個比這件恨天高還高 你會記不記得 古早時來路否 你會記不記得 好 這樣子 其實這個 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個 圍鞋 坦白講不太參加 有一次我認識參加某大企業 叫做主桌 結果他也給了它圍鞋券 一抽 大企業竟然抽到一瓶沙拉油 一罐沙拉油 我就捐出去了 还有一个企业 他说我提供保尖泥 大家还想到保尖泥 不得了 保尖泥抽到了 谁头 有一个人提到我 保尖泥果 保尖泥果 所以不要高兴太长 保尖泥果 差很多 我们再听一段大政人 这个四豪兄所提供的 坦白讲过年就要高兴要服气 天官赐福 来 再听一段 小褂蜜海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作者 书名叫做《我是宋朝人》 他描述宋朝最富庶的时代 这有一本书叫《我是宋朝人》 所以我都叫做大正四豪兄 台秀 台秀四豪兄 台秀阿豪 刚刚就是宿舍天官 刚刚是入门款三千块 这是最尽本的 最高级版本就是宿舍天官 宿舍天官为什么 我说它是最高级版本 是因为他需要的演员 要二三十位 因为他是奉着玉皇上帝的旨意 带领所有的一些神明下来赐福 所以他是代表天上的官员 所以是宿舍天官 那他赐福不是只有厚禄修而已 他还有所谓你想得到的都有 比如说你如果政参的人可以带风修 做衣的人可以带风修 做衣的人可以带风修 做生意的人可以 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有很好的业职 所以他要带的这个宿舍有没有就很多 所以这个钱就要更多 但是这个宿舍天官 你要请他来宿舍天官 你如果是比如说大廟 像我们说的他的神明的那些 位置更高的 官位更高的 就是像什么 跟老师说的官公 或是什么 麻祖 邀地金廟 这种更高的神明 他就可以用这个宿舍天官 因为他的神明 他的登记更高的 就可以有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手抄的天官市府的那个手抄本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当时候的那种 很劳烈的榮景 那这个宿舍天官 他就是说他在这个辦宣 有没有 因为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会有很多人 会希望他帮他辦宿舍 所以变成说 人家说的家官喜有没有 帮你贏金贏 贏金贏金 就是说你跳家官的 人家给你的这个黄包 会比你 你跟他说的这个 公喜有没有 金会贏得多 这人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手抄的 那个天官市府的那个手抄本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当时候的那种 很劳烈的榮景 那这个宿舍天官 他就是说 在这个辦宣 来说 有没有 因为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会有很多人 会希望他帮他辦宿舍 所以变成说 人家说的家官喜有没有 帮你贏金贏 贏金贏 就是说你跳家官的 人家给你的这个黄包 会比你 你跟他说的这个 公喜有没有 金会贏得多 好 我们在今年会再继续 请四豪兄来分享 你所收集的 那個 是 今天你的新的名字 叫做 嘴巴 聽說文化 跟促式 是 式典 式典 好 我们再请盛吉老师 利用非常短暂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 用比较 有点史莱秀一样 把我知道 有从这个四大元帅 諸多门神 来 再请介绍 是 刚刚也提到说 很多的不同的公庙 他会配不同的 那种表演的状况 那 神明 这些在门口 首位的这些神明也是 我们刚刚看过了 最早期的 然后一直到佛教的 现在看过来的 这个是道教的 配着这个 林小宝殿 在使用的这个 四圣大元帅 那这是属于道教的护法神 多数都习惯 称什么元帅 什么元帅 那 再下来 这个 这四位 也是元帅级的 他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组合 叫四大元帅 那因为道教里面的元帅神很多 所以在庙里面 配着不同的主神 玄天上帝 玉航大帝 或是等等不同的人 他们用的内容的守护神 就會不相同 那像这两位呢 就是在彰化的 很有名的一间庭公团 他所主神用的 王天君 跟赵天君 兩個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 像其中有一位是三支眼的 那 这些神明 第三支眼 是禅宗的观念 第三支眼 對 他有不同的 这个法门 不同的用处 像我们所知道的杨检 他也有三粒百粥 那这是另外一位画师 所表现的同样的 王天君跟赵天君的 这个不同的画法 然後這兩位就 很有趣了 剛剛提到說 八森又送一森 这个冠公 这是对的观光旁边那两森 那配合著廟的这个主神不同 有些廟很有趣 三主 三主門 竟然对应的三主神明 就画不同的人 这个是对应的 官宇 官公所画的 那个官屏跟周畅 他的随事的两位 拿来当他的门神 那还有一个 過年 大家去行廟 最要拜拜 最要祈求的 就是可以这个 加官进入 能够多赚点钱 这两位呢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路财神 跟在这个五财神 趙公民旁边 四位其中的两位 这个跟财神有关的 那另外这个呢 除了我们这个 两个四个的之外 其实还有群体的 像十二节气 十天干 十二地支 三十六官将 所以接下来看到这个 一整组的人数非常的多 像这个是二十四节气 那这一组呢 是在台南北极电的这个 三十六官将 或是我们讲的三十六天干 那这个是刚刚看到那个群体组合 里面的一些细节 你看到不同的这些神明 然后你看这边看到金子大鼠 就二十四节气里面的 对应的每一个节气的神 那刚才也提到说不同的等级 配不同的东西 那一般的住家 或是庙里面次要的门 就会出现像这样子 人比较属于我们人世间 一般熟人的装扮的 一般我们称之为天官 或是文官 那这种门神呢 多数是祈福用的 我们就以他手上拿的器物 来代表他不同的含义 那像这一组是台北保安公的 世卫 这个太监 手上拿的不同的东西 請问太监也可以当门神 是的 那应该我们在厨长会门口 厨世间有一种观念 厨长会 我大家开玩笑 我是黑色幽默 太监也可以当门神 就是把我们这个什么大地 他们住的这个庙 就像是我们以前的皇宫一样 皇宫里面除了宫女一娃 男生就是只有太监 以前要见慈禧太后 你没有买通太监 你见不到慈禧太后 所以有道理 所以说庙里面 除了这些刑护法神之外 如果俗神 就会出现这种太监的题材 也是一样看他手上拿的东西 就代表家官禁戌 彰化禁绝 这些很喜气的 或是像这个公女 我刚才说的 皇宫里面的女儿就是公戌 女儿就是太监 那这个彰化禁绝 代表公民利禄 财富等这些事情 然后有时候他们手上拿的 还会跟共审有关的 像这一组是香花茶果 就是我们要奉取生命的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也是今天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走庙的时候 走春 看看这些庙的时候 那种不同的收获 真是不同文化 因为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还非常欣赏 这种民俗宗教 不管是活世道 所呈现的那种文化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 非常配非常欣赏 请容许我把奉献带故事 再讲一次 有一次我邀请个朋友去教会 他说牧师讲道很普通 我问他有什么感想 他说但是牧师讲道 也有一个人 拿一根竹竿来奉献 我去摸彩摸到一百块 他说不错摸到一百块 奉献带要丢钱不是摸彩 你看 第一次上教会 不知道也是摸彩 摸彩也没关系 我祝好彩头 是 看哪个哪个公司 有五千万新台币的福袋 不得了 摸到以后 或者捐出来 或者是你就可以退休了 是这样子 感谢三位 我们2019的巨探的台湾花 谢谢 谢谢各位 新年快乐